消息要告诉大家 大家如果看电影欣赏舞台剧 未来可以抵税嘛 文静会演你的文创产业发展法出炉了 未来只要是娱乐方面的消费 保留住票根或者是发票都可以抵税 每人每年最高额度是一万两千块 结果呢 踏完一出炉就有婆婆妈妈说 哎 未来要赶快收集票根了 第七版的八号跟九号 周末将日看电影基本的休闲娱乐 人人少不了 不过一个人一张电影票 至少得花250元到290元 多看个机场恐怕荷包也是吃不消 没关系 现在文静会也拟出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草案 以后看电影统统可以抵税 会有经济能力的人其实比较好 因为有些人平常没有经济能力的话 就不会去消费这些 就是娱乐方面的东西 一年大概可以看到多少钱的电影票 七八千啊 那我觉得还不错 因为我还蛮常看电影 对你来讲就好坏 还不错 简单来说 所谓的文创产业发展法 就是未来不管是看电影 或者是欣赏戏剧音乐等等的艺术演出 只要保留着票根收据 或者是开列购买者身份资料的发票 就可以抵扣个人综合所得税 每人每年最高一万两千元的额度 只是文创草案才刚刚出炉 就已经有脑筋冻得快的婆婆妈妈 想好扣税省钱妙招 假设说我没有办法在一年之内 有这么多的娱乐消费的话 我一定想办法去收集我们全家人的泡根 甚至是我朋友的我同事的 就是说都拿来报税这样子 一定是以我们家来算 以我们家来算的话 三口人的话就有三万六的抵税了 举例来说 一人一万二 五口之家最多可以抵扣六万元的所得税 看来文创消费抵税认证制度上 恐怕得多加严格把关 以免政府美意成了有心人士 逃漏税的漏洞 最近的传终经文台北采访报报导